1月7日,唐嫣回应切胃减肥传闻到话题登上热搜榜,而且热度颇高。 印象中唐嫣一直都是瘦瘦高高的样子,即便是怀孕以及生下女儿小小唐后身材都完全没有走形,怎么会和切胃减肥联系在一起? 为此引发不少网友关注。 搜索相关关键词,会发现说唐嫣切胃减肥传闻已经传了很多年,最初是在某论坛发酵,原因是有网友认为唐嫣怎么吃都吃不胖。 由此猜测唐嫣做了切胃手术,咱就是说真的是太离谱了。 对于切胃减肥传闻,当时唐嫣本人有关注到,所以,之后陷入将热粥扣到女助理头上传闻的她,在澄清此传闻的同时还顺便回应了切胃仪式。 唐嫣写道,听说都切胃了,还喝啥粥啊? 虽说唐嫣特意将切胃二字引起来,但一些功课不好的网友还真就信了,将其认为唐嫣是在承认做过切胃手术。 真一个大无语。多年过去,再次谈及切胃减肥话题,唐嫣本人也是有些无奈。 她表示自己不是在同一篇帖子,下面看到有人说她切过胃。 而且还真有人信了。如果不是此次在录制综艺时杨迪提及,想来性格一向佛系的唐嫣也是懒得再回应吧。 再看唐嫣否认切胃传闻后周围人的反应,杨迪第一个表态称自己不信,而坐在唐嫣旁边的姚辰直接笑起来,想来也是觉得这种传闻荒唐至极。 对于姚辰这个表情,节目组特意给了一个特写抢镜十足。 由此看来,不仅是姚辰稍微了解唐嫣的人,都会觉得切胃减肥传闻太荒唐。 此外,在唐嫣回应过后为缓解尴尬气氛,她扭过身田笑看向姚辰。 而此时姚辰眼望向她并露出笑容,虽说姚辰一直都是默不作声状态,但一系列反应可以说是用行动在支持唐嫣。 姚辰和唐嫣曾合作梦想合伙人,两个人是多年好友。 此次唐嫣录制我们的客栈这档综艺,就是受好友姚辰邀请。 要知道这可是唐嫣首档常驻综艺,足可见她和姚辰私下里有多铁。 话说回来,娱乐圈中还真有做过切胃手术的人,那就是一心娱乐创始人杨天真。 作为知名经纪人,因为做西部规律,杨天真不仅身材肥胖还患有很严重的糖尿病。 不过杨天真选择做切胃手术并不是为了瘦身,而是能够快速控制血糖。 如今距离杨天真做切胃手术已经过去两年多的时间,翻阅杨天真近兆整个人的确是瘦了不少,但这些并不是重点。 最重要的是血糖控制住了,身体变得越来越健康了。 至于唐嫣,生来就是小骨架,一直也都是高高瘦瘦状态的她,完全用不着切胃。 不过既然唐嫣现在再次站出来辟谣,那就希望谣言止于智者,每个人都能有一双慧眼,分辨谣言,切勿在传谣。